青年动力周日举办关注修改两个传媒法的公共论坛 对于新闻局重提设立具审查性质的委员会 不光是前线新闻工作者 连新闻系学生和网络媒体都担心 澳门的新闻和言论空间会越收越债 我们不是为反对而反对 我们都很敢说话的 小个媒体呢 他们将来可能会很受制 刚才他们说了 如果你不断有投诉的时候 大家就很烦的 不胜其烦 自动自觉就会收笔的了 到底我们是不是想这个社会出现这种状况 你是对传媒的言论是否有限制呢 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说 做评论的很危险的哦 因为当中某些言论 譬如我们评论好像陈黎敏市长那件 所谓的墓地批墓地那件事 我们一定评计他的嘛 如果当中的言论是查到政府 令到他的德不安又什么什么什么的 喂 你告我诽谤 我很危险的哦 新闻自由等等的东西 其实可能去到我们毕业的时候 可能过了一两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 那所见到的东西就是 不需要再有记者 所有的新闻就是由新闻局 去发一条新闻局就搞定了 政府立了这么多条法 根本就在那里管制 而不是在那里保护 有传协代表就指出 目前刑罚店已经对不实报道 和涉及诽谤的言论有充足的规冠 而且根据出版法 对传媒的量刑是最佳一等 比一般人犯罪惩罚要提高三分之一 因此就算不设立这些监管委员会 传媒也并非无人管 主办单位这次也有邀请 其他三个传媒团体和新闻局出席 但对方都婉拒出席 澳大卫视彭爱茨张世伟 澳门报道